大家好,我是中信社记者李佳月 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在北京正式开始 根据此前公布的信息 从今天到30号4天的时间里 将有162个药品参加现场谈判和竞价 涉及肿瘤、高血脂、糖尿病、罕见病等领域 我现在就在谈判现场 今年和此前一样 也是由全国各地临选的25名医保部门的谈判专家 分为5个小组 进行医保支付价格的磋商 我的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多一种药品纳入医保 就感觉多了一种生命的希望 谈判就是为了医保方和企业方 在合理的范围内达成一种价格 为所有参保人看病就医减轻负担 在今年的谈判当中 我们也开始看到 越来越多的双抗类药物 以及新的治疗方法 所以我们也能从医保谈判 药品的快速迭代更新当中 感受到整个医保 对于创新类药物的支持 此外 及时将新货批上市药品纳入谈判 也能实现药品保障范围 与临床用药需求更高程度的匹配 谈判的最后结果将于11月份公布 明年1月1号落地 请大家持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